杨子肖战演绎柴米油盐的幸福 吻戏好绝 杨子和肖战在某剧中 共同演绎了一段生活琐事中的幸福 使得观众们陶醉其中 这对明星夫妇的演技 以及精湛的吻戏表演都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的合作在剧中展现了柴米油盐中最真实的幸福 贴近生活的场景和情感表达让观众感同身受 杨子和肖战的默契演技将角色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人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 特别是在吻戏方面 他们的表现更是引人注目 细腻的情感表达和舒缓的演技 让吻戏场面更加自然而动人 这不仅体现了两位演员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 更表现了他们之间默契的默契和专业的演技 然而正因为他们的出色表演 也引发了一些粉丝之间的矛盾 有男方粉丝吐槽杨子在骗钟老爱骚扰男演员 而女方粉丝则反激等未是靠杨子带火的 这样的争议让两位明星的粉丝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局面 使得原本应该为明星喜庆的合作成果变得饱受争议 总的来说杨子和骁站在柴米油盐的幸福生活中的出色演技 以及精湛的吻戏表演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 然而他们的成功也伴随着粉丝之间的争端 这或许也是娱乐圈中常见的现象 希望这对明星夫妇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人心的作品 化解粉丝之间的矛盾 尽管杨子和骁站在柴米油盐中的表演备受称赞 但他们却成为了粉丝之间争议的导火索 男方粉丝对于杨子在片中对男演员的表现表示不满 认为他经常骚扰男演员 引发了不少负面评论 与之相对应 女方粉丝为邓魏辩护 坚称他是靠自己的实力走红 而非靠杨子 这样的矛盾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明星的粉丝之间常常因为片中搭档或合作演员引发争端 而杨子和肖战的情感戏以及吻戏更是让这场争议升级 虽然两位明星本人与粉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矛盾 但因为他们的合作成果引发了两方粉丝的撕逼 杨子和肖战的演技和吻戏虽然让剧情更加引人入胜 但也使得粉丝对明星生活和关系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在短时间内一些争议和误解也随之而来 然而这或许也是娱乐圈中明星们经常要面对的现实 希望在未来杨子和肖战的优秀演技能够化解粉丝之间的矛盾 成为一对备受尊重的明星夫妇 同时期待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让人们更加专注于他们的专业演艺而非不必要的争端 肖战参加那片海杀青宴同桌竟然出现杨子爸爸 肖战参加那片海的杀青宴成为热门话题 然而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同桌竟然坐着杨子的爸爸 这一出乎意料的场面引起了媒体和粉丝们的极大兴趣 海的杀青宴通常是一部剧杀青后举办的庆功宴 剧组成员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聚集的圆满结束 而当肖战发现自己同桌是杨子的父亲时 整个场面瞬间变得愉快而热烈 这样的巧合让人们纷纷猜测杨子与肖战的关系是否在剧外 也如同剧中那样亲密 肖战与杨子在之前的剧中合作频繁 两人的默契与互动也引发了不少猜测和热议 杨子的爸爸出现在肖战的座位旁边 更是让人们对于两人关系的揣测增添了新的看点 这个意外的相遇使得整个海杀青宴的氛围更加热烈和有趣 肖战与杨子的爸爸共同庆祝这一时刻 让他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他与杨子爸爸的亲密互动也让人看到了他 在娱乐圈中拥有广泛人脉和友善待人的一面 这一场面也成为媒体和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纷纷评论这次捉原巧合的有趣情节 肖战与杨子的关系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人们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或合作产生了更多猜测和期待 这场海杀青宴成为一次充满意外和欢乐的庆典 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肖战在那片海杀青宴上的意外邂逅 与杨子的爸爸同桌的情景成为当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这个巧合不仅增添了宴会的欢乐氛围 也引发了观众和粉丝们对肖战与杨子关系的更多猜测 这一场面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照片和视频迅速传播开来 网友们纷纷评论着这个出人意料的相遇 调侃两人是不是桃花运爆棚 有趣的是 这个亲密的场面让人们联想到之前 肖战与杨子在剧中的默契互动 仿佛生活中的巧合与剧情中的亲密有了奇妙的呼应 杨子的爸爸在庆宫宴上同桌 也让人们对于这段友谊或合作关系更加好奇 肖战在过去的一些采访中 也曾表达对于杨子的尊敬和欣赏 这次与杨子爸爸同桌的情景 更加增添了他们之间深厚的人际关系 这次海莎青宴的意外情节 让肖战的粉丝们欢欣不已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 人们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有趣场景的喜爱 希望能够见证肖战与杨子在未来的更多合作和互动 总的来说 这个令人惊喜的场面 不仅成为了那片海沙青宴的亮点 也为肖战与杨子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更多谜团 这一意外相遇不仅给粉丝们带来了惊喜 也使得两位明星之间的默契和友谊 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这段话表达了对于肖战和杨子关系的看法 以一种豁达而不拘泥的态度 凸显了对明星私生活的开放理解 言外之意透露出对于明星感情生活的看法 即无论是真实的情侣关系 还是异常演技于众的戏码 都应当被理解和接受 首先 对于他们是真实情侣的可能性 作者提到如果他俩是真的 并表示喝一下又不会成真 这种坦然的心态表明作者对于两位明星的感情 选择持开放态度 认为即便粉丝沉浸其中也不会影响到实际情况 其次 如果他们是真情侣 作者认为喝一下又不会有什么问题 强调真情侣为什么不能喝呢 这反映了对于真实感情的支持和理解 认为明星的私生活也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自由 最后 即便饰演的 作者也认为喝一下又有何妨 因为演的目的正是为了娱乐观众 这种对于娱乐性质的明星关系的看法 认为演技表演本身就是为了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对于粉丝来说也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这段话以豁达的语气表达了对明星感情生活多元可能性的理解 既展现了对真实感情的支持 也体现了对于娱乐产业中艺人角色的理解 这样的态度既尊重了明星的个人隐私 也认同了明星在娱乐圈中的表演角色 呼应了娱乐行业的本质 这段话捕捉了人们对于明星绯闻和感情的态度 展现了一种宽容与理解的心态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绯闻和感情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肖战和杨子的感情传闻是真是假 人们对此的态度多种多样 首先 如果肖战和杨子的恋情只是娱乐圈的一场炒作 对于粉丝来说 也许喝一下并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娱乐圈的明星绯闻层出不穷 很多时候都是短暂的热点 粉丝们或许也能以一种轻松的态度看待 如果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 那么粉丝磕一下又有何妨呢 真情侣之间的磕磕绊绊是正常的 也是情侣之间的日常 粉丝们可以理解并支持他们的爱情 毕竟幸福是每个人都向往的 即便他们的恋情只是为了宣传 或是影视作品的需要而编排的 粉丝们又何必介怀呢 演员的职业就是演戏 如果他们通过表演赋予了观众更多美好的想象和情感 那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表演 总的来说 无论肖战和杨子的关系是真是假 粉丝们的态度应该是宽容和理解的 在娱乐圈的大舞台上 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和解读 但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用一颗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 而非过度揣测和猜测 粉丝对着肖战喊杨子的名字 注意看他下意识的反应 笑容掩饰不了 肖战近期面对粉丝的喊杨子的名字 引发了人们对他下意识反应的关注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 粉丝突然高喊起杨子的名字 而肖战的反应在瞬间 引起了围观者的热议 在喊出杨子名字的瞬间 肖战的表情略显错愕 眼神流露出一丝意外 尽管笑容仍挂在脸上 但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呼喊 他下意识的反应显示出了一些 出乎意料的情感 有人注意到 他的笑容或许掩饰不住内心的真实感受 这一场景立即引起了粉丝和观众的讨论 有人认为肖战的表情显示了 他对于粉丝呼唤杨子的反应有些意外 甚至有人猜测可能存在某种心理变化 然而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短暂的反应 不足以做出深层次的解读 娱乐圈中 明星的个人感情生活一直备受瞩目 粉丝对于偶像间的关系总是充满好奇 肖战与杨子之间的绯闻或友情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次粉丝呼喊的瞬间 肖战的表情也成为了讨论的中心 无论肖战的反应是否演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 这一瞬间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与杨子关系的猜测和探讨 对于明星而言 总有一些私密的部分不愿过多暴露 而粉丝的关心也使得这些瞬间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或许在未来的表现中 肖战会给出更多让人信服的回应 解开粉丝对于他个人生活的好奇心 肖战在粉丝呼唤杨子的瞬间 所展现的反应成为讨论的焦点 虽然他在被呼唤时保持了微笑 但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人们纷纷猜测他内心可能有些意外或者复杂的情感 这样的反应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明星们往往在公众场合需要保持冷静和笑容 但面对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突发状况时 他们下意识的表情变化往往透露出更真实的情感 肖战在这个瞬间的微妙反应 可能与他对于个人生活的保护欲望有关 也可能是因为与杨子的关系在公众面前属于敏感话题 粉丝们对于偶像的关心常常超越了职业层面 涉及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肖战和杨子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任何与他们有关的情感变化都引起了广泛的猜测 这也是娱乐圈明星与粉丝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体现 明星需要在公共场合保持形象 但粉丝们对于私人生活的好奇 又常常让这种平衡变得微妙复杂 总体来说 肖战在粉丝呼唤杨子名字的情境中 展现的微妙反应激发了许多讨论 这种争议性瞬间也反映了明星在娱乐圈中 面对公众关注时的复杂心态 或许 未来肖战会以更为真实的方式回应这些关切 给粉丝一个更明确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